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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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補助的話 就是可以讓家庭面的壓力就會比較減輕這樣 就是我們原本預計是 原理先補助是一萬元嘛 那就是我們明年可能生的話就是三萬 然後如果龍年的話再加碼三萬 所以我覺得六萬塊錢 就是非常的感謝這樣子 在懷孕期間其實就要準備很多物品 然後經濟上就已經開始有再負擔跟付出去 那得知我知道這個政策就是可以在 就是幫忙在寶寶出生之後有一些 就是經濟上面也可以再減輕 就覺得很開心這樣 在去年雲林縣的出生率是3340 那今年度來到11月的時候是2939 我們雲林縣最主要要促進這個生育率 所以我們在這個農年小農年提出萬寶龍計畫 也就是希望在這兩年當中 雲林縣能夠迎接新的生命 我們迎接1萬個龍寶寶來到我們雲林縣 你在雲林縣設計三個月以上 那只要你是父親或是母親 有一位登入在雲林縣三個月以上 你就可以到我們固證事務所登記的時候 第一胎到第三胎你就可以領6萬 再增加三胞的大胞的尿布 那可以說333的這個政策 那如果你是第四胎以後呢 除了我們第四胎以後 每胎領10萬之外還增加坐月子3萬 所以現金馬上可以領13萬 又再增加三胞的大尿布 25歲到40歲的女性呢 這當中你如果來動軟 我們還是有個動軟補助3萬塊 我們現在在幼托或是幼教 甚至說我們在很多親自教育 親自教育、親自教育、養育環境 都非常好 所以館長希望這條雲林縣法 白龍計畫提高這個獎勵 來鼓勵聲優 身體的問題